你不理你自己的樣子都理下人家對眼的感受 Hey 大家好 我是Ricky 早安 早起床大家經常都投訴說 沒時間整頭和沒時間撿自己的樣子 因為又要上班上學很趕時間 甚至即使你懶也好 今天我就很想跟大家說 怎樣用兩分鐘時間 你跟著以下這幾個步驟 你就可以很快地 正經常神 美麗仔的感受 你不理你自己的樣子也有些人對眼的感受 今天這個髮型就不是教大家100%的看好看去 尚好漂亮的感受 如果你想看我之前的影片 跟著每個細節的步驟 就應該可以100%非常漂亮 這個髮型主要是很快地令你很整齊很精神的感受 而用的工具都是大家家裡有的食物 是非常簡單的 第一件就是梳 第二 風筒 第三就是你們平常用的 這個適合泥和髮辣 第四,Hairspray 如果你是expert的,用直髮夾就可以了 連水都不用用 只要大家不想濕頭 第一步,用梳,梳化整齊你的頭髮 我知道大家早上有很多頭髮絲 有腰起,不要緊 總之用梳,梳化整齊它 第二個部分,就是我們要吹頭用風筒 男生的髮型,大部分最大的問題 都是頭頂好塌 然後令整個頭好像很方便和扁 所以你們只需要兼顧三個位置要吹頭 第一個位置,後尾枕 第二個位置,就是頭頂正中間這個位置 第三個位置,就是你前壓的這個位置 你吹到這三個位置吹得好 整個頭全日都可以鬆 吹頭的方法很簡單 就是用一隻手拿起你中間的頭髮 接著我們用風筒吹一吹八斤 不要吹到頭皮 吹大約五至十秒 接著吹完之後,我們就用一隻手拿著它 五秒了,好,放鬆 它已經向上了 穩陣一點,再吹多一次 接著中間這個位置 最後前陣 三十秒你已經完成了 做完這個之後,我們就可以用那個 把梳呢 把梳下來 我很快就印證了 頭頂這個位置 全部都是鬆 為什麼要教大家不用擋你旁邊呢 原因是因為旁邊的頭髮 你整兩整,其實它都會順下來的 但是頭頂的頭髮永遠都是塌的 所以我們只 focus在頭頂的頭髮就可以了 下一步呢,接著我們要做就是 GEL頭 GEL頭呢,我知道大家家裡都有髮泥的 我會在這裡建議大家 大家選髮泥的時候 一定要選一些它可以搓得勻 而且是有一點濕濕的感覺的髮泥 你想GEL這個髮泥就會最容易 原因呢,因為你的頭髮其實睡了一晚之後 其實頭髮應該都是很乾真真的 所以如果你再用一些很乾身的髮泥的話 其實你上不了,而且你的頭髮只會越來越划 所以用一些有一點點亮身的髮泥會比較好 例如像這隻Sweiger 它是這樣的,拿出來 有一點點亮身的效果 又或者你可以用這個,我自己用的 其實它是這樣的啫喱狀 這類型的濕一點的髮泥 其實它可以當你GEL完頭髮 頭髮的髮絲是可以順滑一些 所以你用這些亮身的髮泥 會令到頭髮看起來更光滑和漂亮 所以大家選擇髮泥的時候很重要 我們就用這個 做均勻 第一個地方你需要做就是做側面 令到頭髮兩邊側面可以整齊一點 放下來就可以了 做完側面之後,我們就做頂 頂的方法就是這樣 然後拿著上去 向上梳 那你就可以做到裏面 和外面都有髮泥的效果 男生的髮型 記住,頭頂要高 然後兩邊要貼 那你的髮型都會好看的 你現在看到我的髮型 其實很固定的了 那當然,這個純粹只是 你沒有時間做的 或者你初學者 還習慣你GEL頭髮的方法 就用這個方法GEL就可以了 但如果是expert一點的話 就趁你在吹頭前 開了一個直髮項 然後你就可以在某一些重點的位置 穿上層次出來 例如我自己喜歡 就是在我帥哥的那邊 分一條小小的戒 有點像豆浩頭的感覺 分完之後 就在這個位置 一下 這裡一周 一下 然後這邊 多一下 這樣就完成了 是不是前面的層次 馬上好像很有心機 GEL頭髮型 但其實你只夾了幾下 最後當然要噴上髮型 那髮型型 你全頭 然後前陰這個位置 一下 就可以了 用一些輕鬆的髮型 其實我知道你出門 沒什麼時間 你就下到地鐵 坐巴士 又或者走路的時候 看到旁邊有些玻璃 有空照鏡 那你就可以找到正面的型 還有大把時間給你做 你只是出門口 沒什麼時間 是不是 那你出到門口 之後在街上 自己再慢慢收拾 都可以收拾到的 所以今天這個方法 應該是非常之適合 懶人 還有很適合 只有兩分鐘時間 出門口的你 給大家一個挑戰 回家用這個方法 然後計時 留下留言 告訴我 究竟你用了多久的時間 我期待大家挑戰到 兩分鐘以來可以完成 我自己應該一分鐘都可以完成了 希望這段影片可以幫到大家 最後還記得追蹤 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還有按下方的小鈴鐺 我們Facebook Instagram 還有YouTube再見 拜拜 謝謝 謝謝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